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犹豫着要不要上前去帮助哥哥 但是他突然想起哥哥拿着口红的样子 感到一阵恶寒 于是他头也不回的跑开了 父亲终于发现了哥哥的秘密 他气得直锤桌子 挣起了桌上的口红 而此时的哥哥就像那根滚落下去的口红一样无助 母亲替哥哥阻拦着父亲的怒火 但也只能没办法的掩面哭泣 弟弟也越发的不理解 甚至厌恶哥哥 哥哥想要摸摸他的头 按着他挥手打开了哥哥的手 弟弟一天天的长大 也越来越疏远哥哥 哥哥的变化也是越来越大 现在他已经不仅仅是涂口红了 他会留着长长的头发 穿女士的裙子和高跟鞋出门 父亲依旧是很生气 甚至已经弃出了广坤叔的发型 弟弟回家后 发现了哥哥拖在门口的高跟鞋 他十分厌恶上去踩了几脚 虽然大多数人都不理解哥哥的做法 但是母亲却慢慢的接受了这个事实 他会在给弟弟买衣服的时候 顺便给哥哥买一条裙子 本想让弟弟给哥哥送过去 但是弟弟却厌恶的摇了摇头 这一天在弟弟回家的路上 他发现穿着女装的哥哥 正在被一群小流氓欺负 他们扯开哥哥的衣服 肆意的嘲笑他 侮辱他 哥哥一个人站在那里 眼泪不住的往下掉 弟弟想到小时候 哥哥总是闯着他 陪着他 背着他哄他睡觉 多年前的那一天 他选择了转身离开 那这次呢 他还要置之不理吗 不 弟弟冲了过去 他帮哥赶跑了流氓 拉起了哥哥的手 哥哥坐在地上 把脸掩在双臂中 弟弟转身离开了 但是当他再回来时 他的手上多了一个花环 他把花环缓缓地 带到了哥哥的头上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个片名叫手足 也就是说兄弟如手足 如果你心里住着的是小王子 那么我们就一起保护家人 如果你心里住着的是小公主 那就由我来保护你 不管哥哥是跨性别者 还是只是有穿女装的爱好 本篇主要表达的就是 我们不应该对这种现象 包有启示 女孩子穿男装就是帅气 那为什么男孩子穿女装 就是变态了呢 男孩子小时候 妈妈会给他穿上小裙子 打扮成小公主 那为什么长大之后 再穿就是恶心变态了呢 凭什么男孩子 就不能有一颗小公主的心呢 没有人规定 生来是什么性别 就要穿什么衣服 你可以选择不接受 但是希望你能够去理解 去尊重 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 我们难道不应该 在自己可以承担 承受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 努力的让自己活得开心吗 有句话说的好 人生得益 虚情欢芒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是你的小美呀 喜欢小美的点播 关注不迷路 我会努力爆发更新的哦 爱你们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